米屋製農股肺有限公司 粮食業者導入智能管理器座稻田 搭配具有設計感的外包裝 將國產米打造成頂級精品 行銷國內外市場 貨搬全國稻米產銷 基於業者 農糧署推動稻米栽種集團化 提升品質 還能增加農民收益 對農民來講 他不必那麼辛苦 種那麼多的量 他只要以合適的量 合理的量 最優品質的稻米來行銷 他的收益可以比來絞工糧還要高 農民加入稻米產銷器座 種稻收益比絞工糧相比 每公頃大約可以增加1.2萬元 但稻米栽種不以量取勝 而是生產高品質 可溯源的優質國產米 透過糧食業者包裝行銷 拓展銷售通路 還能賣到國外市場 增加國際能見度 從民國94年 農糧署就開始推動 稻米產銷集團產區 這樣的一個計畫 我們希望我們所生產的是 品種 品質跟品牌 三品合一 是消費者所喜歡的 也是國內跟國外 都具有競爭力的稻米 農糧署為了鼓勵 具有經營品牌能力的糧食業者 與農民器座 推出稻米產銷器座集團產區計畫 還舉辦各地區 及全國基優業者表揚 希望開拓稻米消費市場 增加農民收入 提升台灣稻米競爭力 記者邱世民聽到報道 稍微說出稻米競爭力的稻米洋